哈喽,大家好,我是胖鸭 胖鸭现在在成都市皮都区古城镇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皮都区的金丝拿木博物馆 现在就跟着胖鸭一起去看看吧 胖鸭现在已经来到蒙特了 但是我刚才问了工作人员 他说里面正在装修,现在还没有对外开放 所以说现在胖鸭就带大家去外面看看这些金丝拿木吧 走,我们上前去 我面前的这个就是金丝拿木 可以看到对面写了金丝拿木博物馆 那边写了皮都区国区园 刚刚问了工作人员具体开放时间 他说也不一定 可以看到这前面这些草还是很深 都还没有打理出来 现在走进去看一下这个金丝拿木吧 我面前的这个金丝拿木 大家知道有多少年的树林了吗 我身后的这个金丝拿木 我身后的这个金丝拿木已经有2000到3000年的树林了 现在就跟着胖鸭一起去看看吧 它的产地的话是出自于养安的 大家知道我身后的这个树有多少年的树林了吗 大家肯定猜不出来 我身后的这棵树已经有万年了 我身后的这棵树已经有万年了 万年是什么概念 我从来没看到过 这个树叫做花梨木 万年的树里的树到底有多大了 有多粗呢 像什么样子呢 现在就跟着胖鸭一起去看看吧 右边的这个应该是树根吧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古树的树根 配合颜色这些应该不是这个古树的树根 这个是万年古树花梨木 已经有万年的树林了 我们现在走近看一下 这个是树的横切面 可以看到都已经裂开了 你说像这种万年的花梨木 这种横切面切开都已经裂开了 它的作用主要是拿来做什么呢 就拿来做展览吗 还有什么作用呢 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讨论哦 我们 这个是花梨木的正面 可以看到都已经被风吹雨打 这树面都已经风化了 也很多裂缝 可以看到这树好大 好粗啊 你们觉得多少个人可以把它抱住 这个是另外一面 树根的那一面 这是树的另外一面 这是树的另外一面 转发一下哟 你们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讨论哦 拜拜 我们下期再见吧